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从比较早的一个时间开始构思 其实应该从时间上推算的话 应该算是15年前吧 2001年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日本的武藏美术大学 去在攻读硕士学 为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的研究的这个论文呢 当时研究的方向主要就是 对中国的简体字横排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当然也相应地做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叫试验作品吧 其实是现在的这款新人文宋的一个技术 其实宋体是一个在我国来讲 是比较最广泛用的一款字体 一大类吧 同时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字体 一个做的前提 其实是为了能够 横排的优化的一款送信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我对笔画做了很多的改良 比如说从原来的毛笔字的一些书写的习惯 就更多的参考了硬笔书画的一些书写的习惯 比较适合当下的文化发展的一款 比较新的送信字的这样的一款设计 小的字面呢 它更接近于原来的签字的一些效果 同时笔画也是让你进行一点点的架粗 但是中宫的或者说字的一个松紧效果来讲 其实是比较接近于新的一些潮流 它比传统的签字要稍微再通过来松一些 我觉得新文送是一款符合当下时代的 新的造型的 又比较符合新的人文主义的 非常时尚的一款送信字 它和传统的送信是不一样的 传统的送题其实很多来自于签字时代的文化 很多来自于标板时代的文化 但是新人文送它并不是需要期待那些传统的送题 它是一个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考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路 或者说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 我们可以把传统的送题比作为是中国的传统的绿茶 当我们喝惯了很多的中国传统的这些茶了以后 偶尔喝一下英式的红茶 喝一下奶茶 或者说来杯咖啡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一直到2012年开始 我有一些机会跟国内的字体公司做一些交流和合作 那么也是比较幸的是 我跟汉姨合作签约 一起来开发这款字体 我跟汉姨合作签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